十二年国教突然说要排负 我们刚才看到立法院是炮声隆隆 而许多的家长更是错愕 那么得知今天呢 行政院长江仪化要进行专案报告 所以反对十二年国教的家长们呢 就是早一步的来到了立院的门外 他们说如果赌不到院长江仪化 就要直接的去找总统马英九成情 政府跳票院长踹空 反对十二年国教的家长和大学生 在立院门口准备向行政院长江仪化成情 因为十二年国教政策反复让他们很火大 批评总统马英九信口开河 拿免学费的空投支票呼隆人民 为什么马英九的政策每天都在变 如果变得如此不开 跟原来十二年国教说的都不一样的话 那干脆不要办算了 如果今天你不为了你之前开空投支票的道歉 以后每一个官员他做了承诺 每一个总统在选举前 什么都免费 选后呢 不过在接近九点的时候 江仪化已经从另一侧的门进入立法院报告 家长与学生则被警察阻挡在外 你们在这边就好了 在这边就好了 十二年国教明年上路 家长持续反对免试入学的相关规定 认为志愿比序决定学校就像赌博一样 实在不公平 更有国中八年级学生认为当白老鼠很倒霉 白老鼠学生他们其他都跟我讲 希望马总统还有江院长 蒋部长能够行行好 不要再来乱了 在场团体也批评排富政策会造成歧视 家长认为既然政策反复不定 不如停止实施十二年国教也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